今爆韩瑜为孙协智花光两千万 孙协智火大回应 他探看清楚这男人 孙协智和韩瑜两人都是优秀的本土剧演员 而他们的离婚连续剧如今也在现实中持续上演 昨日有周刊报道 当时孙协智竟是被韩瑜给赶出家门 且老早就得知他跟黄少奇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接着韩瑜经纪人慧郁又站出来补刀 爆料韩瑜为孙协智花光了户头的两千万 他心疼表示现在韩瑜要重头开始赚 不过又说夫妻间互相付出也是心甘情愿 对此孙协智再也忍不住 怒气腾腾的透过经纪人的回应 谁先找到房子谁就先搬出去 没有被赶出去 也没有事前之情 慧郁则反过来呛 我们一直在保护他面子 为何现在装无辜 慧郁指出韩瑜会在脸书放小声男装照 也是因为觉得他跟孙比起来 还比较像男人 韩瑜离婚后蛮伤心的 因为看清楚这男人 这一对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不知道这场大戏何时会落幕呢 韩瑜台湾演艺圈一节集一线女星 三立电视台当家花旦 因为韩瑜出演多部台湾知名大戏的第一女主角 也成为台湾第一线女艺人及戏剧圈地位重要的女艺人 而韩瑜出生于台湾新北市永和区 是三立电视重用的女艺人 所属经济公司为亚乐演艺经济 出道前原本在更生医院任职妇产科护士 因为被制作人周游发掘 因而进入演艺圈 出生1979年12月9日 39岁台北市永和区 身高1.65公尺 配偶孙协志 结婚于2011年2015年 学历更生健康管理专科学校 父母杨文秀 理计靠 我认为